不好的生产高度主要有两种问题 今天我们接着聊一下 什么是汽车音响中生产的高度 首先生产的高度 简单的来说 就是我们感觉驱离声像的高度 我们之前在介绍生产定位的视频中提到 标准的音箱左右位置是60度的正三角形 那么音箱的高度有没有国际标准的 当然有 根据国际电联的ITU-RBS.775-4的标准 音箱的高度要和人的耳朵水平高度一致 这个时候生产的高度的中心点 就是在你视线正前方高度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 我们在消费领域的Hi-Fi加入音响 和专业领域的录音棚监听音响 似乎没有人觉得生产高度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汽车音响领域 生产的高度不仅是衡量音响改装好坏的高级标准 而且做好它还真的挺难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汽车音响发声音的喇叭是在门板上 或者说在我们的脚边 这就好像把我们的音响放在地上来听歌的感觉一样 以后发现生产就在靠近地面的地方 所以生产的高度是汽车音响所独有的难题之一 在车上好的高度应该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般会以仪表台为水平分界线 影响的生产高度呢 应该是整个生产充满整个挡风玻璃 不好的生产高度主要有两种问题 一个是它整体生产会偏低 一部分呢在仪表台水平面以上 另外一部分呢在水平面以下 第二个呢是生产的高度它不均匀 就是说那种两边非常强烈 中间相对比较弱的一些情况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小海鸥生产 这两种情况都是生产高度不理想的表现 那么怎么知道自己车上的生产是怎么样的呢 相对于我们在前面视频里所介绍的 听三点定位五点定位而言 生产高度的判断的难度要大得多 确实需要丰富的经验 特别是听过各种不同车型的经验 那么拿什么曲目来听生产的高度呢 这分为两个难度 低难度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拿五点定位的这个曲目 通过节相的大小来简单的判断生产的高度 如果高度不好 你会发现它的节相呢呈现一个椭圆形 那难度比较高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专业级别的曲目 比如说这张试音点里面的第八首 管弦乐现场录音 各种乐器的分布图呢大概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整个正面的生产呢充满了能量 这个是我们在音响比赛中使用的曲目和评分的标准 评分的时候呢 我们会对照这张表 根据听到的生产高度 能量的分布呢 来给予相应的分数 前面的视频里面很多人在评论区问 哪里可以拿到这些适应碟的曲目 我推荐大家直接找 S卡汽车音响赛事的谢主席拿就好了 相关的信息呢 我放在评论区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们在自己的车上跑一下这种测试 你会发现两分频的系统呢 是无法完成高度的测试的 甚至有一些原车的三分频呢 也是不行的 生产的都会在仪表台的水平线以下 至于均匀度呢 那就更差了 为什么这些两分频 即使是有些三分频的系统 在车上的生产高度表现会这么差呢 怎样做才能够在车上获得良好的生产高度呢 别忘了点赞关注 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细聊